怎样向回教徒传福音 那你需要上一堂课 这堂课最少有22个钟头 你现在判文一问我讲两句 你吃两粒 这个绿豆就变成神仙了 你要明白回教是什么宗教 回教的教义是怎样的教义 回教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回教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怎样跟他们打交道 怎样跟他们做朋友 怎样去修习他们的教条 怎样说服他们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 我告诉你 回教徒是最难传福音的对象 你们回教跟共产主义做一个比较 我告诉你共产主义什么都没有 共产主义什么都没有 共产主义什么都没有 但是回教他们是什么 所以斯大林1935年 他开始就统治苏维埃所有的国家 他以为他用强权可以把回教徒说服下来 像毛泽东以为可以用共产主义 使宗教都消灭掉 他们都在做梦 到了1989年 苏联解体以后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azakhstan Hindostan Hindostan 还有许多回教的国家 And many other Muslim countries 马上恢复他们的回教 They were all restored to their religion They were so strong 没有一个继续做共产国家 No one remain as communist 共产国家要打败回教 根本是一个梦想 It's impossible for the communists to defeat the Muslims 照样的基督教在中国共产党压制之下 Likewise Christianity under the persecution of communism 受了许多的逼迫 They were persecuted deeply 许多传道牧师做监牢 许多信徒不可以做礼拜 Many Christians couldn't worship 他的事实证明 But in reality we know 毛泽东统治中国到1976年死了 In 1976 when Mao Zedong died 76年以后 After 1976 华国锋 以后还有邓小平 还有江泽民一直到现在 基督教不但没有消灭 基督教从280万 变成今天1亿1400万 为什么呢 宗教不是政治能够控制 所以我给你分三个层次 宗教 政治 军事 从外表来看 最弱的是宗教 因为不能反叛 最强的是军事 因为有炸弹 有武器 但我告诉你 从长久的历史来看 最软弱的就是军事 接下来才是政治 最强的就是宗教 宗教是不容易消灭 因为宗教是人内心里面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宗教的力量 远远大过政治跟大过军事的力量 那回教徒是最难传辟的 我现在把一些回教的教义告诉你 为教徒相信 多一的上帝 基督徒相信 三一的上帝 为教徒不相信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认为 圣父 圣子 圣灵 不是多一上帝 是三个上帝 所以他们说 基督徒是信错了 他们的上帝 是多一的上帝 对的上帝是永远的 对的上帝是没有被生的 他也是无所生的 所以这位上帝是自我存在永恒的上帝 所以回教徒说 这个上帝启示真理的时候 赐下四部经典 用阿拉伯来说 第一部叫做Torah 第二部叫做Zabur 第三部叫做Injil 第四部叫做Al-Quran 那么Torah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律法书 Zabur什么意思 就是诗篇 Injil什么意思 就是福音 Quran什么意思 就是科兰经 所以他说上帝把四部经典 赐下来 第一 就是用摩西把律法赐给人 第二 用大卫把诗篇赐给人 第三 用耶稣把福音赐给人 第四 用摩哈摩德把可兰经赐给人 那他们这么说 第一部圣经 后来被第二部取代 所以诗篇比律法书更重要 接下去 那么第四部圣经是最重要的 所以可兰经可以推翻所有的圣经 是最后最重要的 这个可兰经的重要性 超过福音 超过诗篇 超过摩西的律法 怪不得 回教徒你向他传福音 很难传进他的 回教徒有三大不相信的东西 第一 他不相信上帝是善意的 所以基督徒怎么对他传 他都是笑你 第二 他不相信耶稣是神又是人 所以你传基督 他一定不接受 第三 他不相信人的血可以洗净人的罪 基督的救恩 他一定不肯接受 所以向回教徒传福 难夫其难 所以结果呢 他一定要用他的宗教来胜过你 但回教徒有新一条的命令 就是圣战的必要 这个jihad 这个jihad就是holy war 圣战是为什么呢 圣战是为了信仰 所以当回教徒为了他们的信仰 而打仗的时候 他流于地穴 比他祷告一万次还更有功劳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回教徒 他宁愿去打仗打死 他也不必常常到回教堂去祷告 所以回教是很难传费 有一个拆会叫做Red Sea Mission 红海拆会 他们在这个红海两边 埃及阿拉伯的地方 传到15年 没有一个回教徒信仰书 结果15年以后 有两个回教徒受洗 他们决定信仰书 信仰书以后第二天 两个都被杀死了 所以向回教徒传费 是很艰难的 我们可以为回教徒祷告 我们也可以对回教徒传费 你不要太乐观 他们是很多基督徒 什么都不懂 只懂得一片热心 所以给他们轻看 你要向回教徒传费 你要付的代价 你要读得书 你要活在他们的中间 你要很痛苦地过什么 有一个青年人 是印尼的青年人 他聪明决定 26岁的时候 已经在美国 卡尼基·梅兰 最著名的大学 他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我见他的时候 我说你以后要到哪里去 他说我要到回教的国家去传道 我很受感动 那我说你去 你还没有结婚 你一个人去那边危险的 他说我知道我很危险 但上帝的灵感动我 我一定要去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 应当支持他 所以我就在袋子里 找到了四百块美金 我说我就把这个钱交给你 你去吧 主与你同在 我把你当作是一个 上帝猜你的宣教 去到那边 两年以后 他在印尼见到我 我说你还在阿拉伯吗 他说是 你传婚国效如何呢 我先用几年的时间 跟阿拉伯人做朋友 使他们不怀疑我 他们都感到我的友善 所以跟我谈得很深入的时候 我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子